好,我们接下来就详细介绍iChrome 4的常用工具 好,一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启一个新的专案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把刚才的场景重设的话 请你按一下专案标签底下的开新专案 我们可以在这个调整面板看到专案的描述 这个专案描述你可以自己针对这个专案的内容 做一些描述,中英文都可以 因为如果说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多人协同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特地的把一些专案的特性写在这个专案描述里面 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再回头来编辑的时候 可以再等于是类似像memo一样的 就是针对这个专案的一个记事而已 好,我这边先把它删除好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专案资讯 那当然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做任何的编辑 所以这个专案大小目前只有92k 当你的场景里面拥有越来越多的物件的时候 专案的大小也会跟着增加 那么在一个复杂的专案里面 可能它会有几千甚至上万个面 那我们的着色上色的时间就会随着增加 当然这个部分是看你电脑的中央处理器 还有显示卡的速度而定的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有多少个角色 道具、树木 那灯光的话是固定的 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另外你可以建立摄影机 还有让角色走动的路径等等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把演员放进来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先选一个演员 选取之后把它拉到场景上适当的位置 放开 接着我们在这个地方说明一下它的一些操作 首先我们可以刚才看到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缩放 其实这个缩放是拉近跟拉远 所以我们的角色或者是场景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物件是被放大或缩小的 只是我们观点不同 所以看到的物体可能会比较大或比较远 第二个平移 这个也不是真的去移动物件 物件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上 只是我们移动观点而已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去旋转 你可能需要转到不同的角度 那你可以用滑鼠拖曳 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选取的这个场景或是角色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快速的切换到常用的角度 前方 后方 或者说脸部的特写 好 我们再还原回来 好 那此外呢 我们可以选取物件 因为有时候呢 你可能会需要在场景上呢 编辑不同的物件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再加一个人物进来 好 这个角色好像是稍微壮硕了一些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选取角色之后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身材 你可以去调整它 甚至把它做成像是卡通造型的那种 三等身的 或是五等身的这种人才 这种身材 好 我再把它调回正常 然后呢 我可以 因为目前呢 这个人物啊 还蛮大的 所以我想把它稍微 远离一点 好 那么其实啊 你如果要移动物件的话呢 你可以先选取它 选取你要编辑的物件 可以注意到 像我们前面有讲过 在场景管理员里面呢 会显示你 在视图上所有的物件 像我们在这边呢 有两个角色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隐藏 这个显示 是把它做隐藏 或是显示出来 那此外呢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物件啊 你可能暂时不希望去做一些编辑的话 你可以把它冻结起来 你可以注意到 我没有办法去选择叫Benny的这个角色 因为它被我冻结了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再按一下 就可以把它解冻 这样就可以选到它 选到角色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编辑 例如说 我这个角色的位置啊 可能我会需要移动一下 那你可以切换到这个移动工具 调整到适当的位置来 好 我再选择另外这个角色 选取之后 再用滑鼠移动 好 必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将它旋转 好 你可以把它转到 转到适当的位置来 好 那此外呢 某些 某些道具呢 是可以做缩放的 这个部分呢 目前呢 人物角色的话呢 它是从身材调整 还有体型调整 这个地方来做修改 所以就不适用于这个指令呢 好 那我可以再做一个其他的物件 来 我这边呢 先拉远一点 然后呢 我可以稍微旋转一下 好 我可以旋转一下 好 来 这个 角色呢 我也可以把它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我让它旋转到 让它跟两 就是两个角色呢 是对抗的 好 你可以 做一个故事 做一个长 做一个剧情 好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再放一些 好 再放一些布景好了 我们刚刚讲过的 如果说你要放一个 道具好不好 我们再选道具 然后呢 选择 吉普车 好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吉普车呢 它就可以做移动旋转 和缩放了 可以看一下 来 我们这个地方呢 旋转 这个是场景的旋转 试图的旋转 那如果说你要旋转的是吉普车的话呢 来我们这边把这个吉普车呢 移过来 然后呢 你可以再切换到旋转工具 把它旋转到你需要的角度 好 然后这个吉普车呢 你要放大 缩小 你可以在这边调整 好像太大了 没有关系 你随时可以再点选复原 回到上一个操作的步骤 好 OK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人物的部分 好 好 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然后呢 你可以选人物 选取工具 在这个地方 选取人物 选取人物 好了 其实呢 我们刚才有看到 这个地方可以调整身材 那甚至呢 体型各个部分 也都可以调整的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 选择你要调整的部分 像比方说头部啊 或者是上半身 上半身啊 或者是腹部啊 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做调整 用滑鼠脱衣的方法做调整 比方说你可能希望他这个 臀部呢 稍微大一点 瘦一点 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用滑鼠脱衣的方法做调整 好 但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呢 想要让他重置为 角色他预设的身材的话呢 只要按一下重置 这样就可以了 甚至呢 你还可以去设定你的手的旋转 好手指 然后甚至你可以让他拿一个道具 我们刚刚有看过 好 接着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摄影机 从这个下拉选单点选之后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选择要哪一种摄影机 好比方说我们刚才是一个俯视的角度 或是说我们可以做头部的特写 像我们要做这种过肩镜头都可以做调整 当然呢 这个是可以做修改的 就算是你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调整到一个摄影机之后呢 这摄影机呢 还是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去调整说 我要从哪个角度来观看这个场景 好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选择 选择摄影机 好选择摄影机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可以让你选择说我要 我是要这种长程摄影机 或者是用来拍摄中场景或是大场景 或是特大号场景的摄影机 好 你可以把这个摄影机呢 把它拉进来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摄影机 好 这个地方就有摄影机了 好 然后呢 调整你要的角度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摄影机的话 摄影机的话 通常他的摄影机的位置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选择旋转翻转的话呢 摄影机本身的地点没有改变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要往上看 往下 往左或是往右 这是摄影机的一个情况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有一个像素着色 像素着色可以让你选择在四图上显示的方式 这个不是最后输出的结果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选择网格的话 可以看到他的布线 3D模型的布线 其实呢 3D模型的布线呢 是比较单纯的 就好像是做 如果说你们有做过灯笼的话 灯笼是不是用小细的那个 就是竹子 去把它粘起来 然后呢 在外面在 在贴上 薄薄的纸张 那他的网格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效果 再来我们看平滑着色 这个平滑着色呢 我觉得就好像我们的白模一样 就是模型做好之后呢 没有加上任何的材质跟纹理 像这种平滑着色 那快速着色的话呢 他是有加上纹理 但是他的品质会比较差一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切换一下摄影机好了 切换一下摄影机 这是我们刚才那个预览摄影机 你看 这一个摄影机呢 我刚才把它放在 大概比较接近地面的位置 所以你刚才看到的就是 这个 这个摄影机所看到的画面 我再把它切换回来 这是预览摄影机 在预览摄影机里面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一样是选择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平移 拉近等等 OK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是快速着色 那另外呢 你可以选切换到顶点着色 或者是像素着色 你可以注意到这边的变化 像他衣服的变化 如果选择快速着色的时候呢 他没有高光 所以算的速度会比较快 但如果说你希望接近 最后输出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像素着色 你可以看到在衣服上 还有像皮肤的高光 都会显示出来 此外呢 如果这个摄影机啊 你想要改变变成广角镜头 或者是望远镜头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选 一般来讲的话 你看像35mm的广角镜头 50mm的标准镜头 或者是80mm的人像镜头 不过这个人像镜头 如果拉近的话呢 那你势必你的这个位置啊 你要跟着调整一下 不然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所有的人物 好移动一下 比方说我们可能 这个把它移动到 另外一个观点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调整 好他其实有一些快速键 我想我们稍后呢 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好那我这个车子呢 我就可以把它移过来 好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先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 或者是在这边呢 你也可以按一下HOME 让它回到预设的角度 好但是请各位注意哦 这个地方呢 你按上一步哦 他不会回复到上一个视图哦 不会回复到上一个视图 因为我们现在呢 这个目前的观点 是预览摄影机 好所以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呢 先调到适当的位置来 好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试图着色的方式 好我再调整一下人的位置好了 我把它放在放在车子的前面哦 好那么我们可以试的着色看看 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的背景 跟地形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着色一张看一下 输出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 你要输出什么样的 档案格式 一般来讲呢 如果你要放在网页上 你可以选择 直接输出成 JPG 压缩档 但如果说你为了要在后置软体 编辑的话呢 像刚才的BMP 就是不压缩的 不过BMP 档案很大 好通常我们在一些 影像处理软体 或是后置剪辑软体呢 可能会选择用Taga TGA 档案格式 好不过我们这边呢 我先选择用JPG好了 这个是输出的大小 影像尺寸越大 算图所需要时间也会越久 比方说我们在这边呢 做一个1024x768的影像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选择 选择影像的品质 如果一开始 你不是很确定 你可以选择预览品质 因为有时候呢 你可能要等候比较久的时间 先用预览品质做 做运算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再切换成最佳品质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只是在调整 它的角度调整 修改它的材质 还不是最后输出结果 那你为了要缩短 预览的时间呢 你可以把运算品质降低到预览品质就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按输出 先存到桌面好了 给它一个档案名称 例如001.jpg 再按下存档 好 ok 这样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做存档 可以看一下001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设定jpg的品质 其实刚才已经存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桌面上呢 已经有一个001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 可能是希望说 我为了要放在网页上 我的品质不需要这么高 可能只要80就好了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再另存一个档案